來看一下這個黑名單篩選這一題 其實這一題邏輯很單純 就是兩個範圍的比較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說 到底這個查詢名單 查詢名單你可以 游標放A1 Ctrl向下 你可以看到總共1000筆 實際上往下你可以看 其實它原來不止1000筆 它原來是Ctrl向下 總共5000多筆 每天都要查這麼多資料 那只是因為我在想說 查5000多筆太花時間了 我就想要把它斷開 所以我在1000筆斷開 但如果你講說 老師那我想要查5000多筆 你沒辦法你把這個刪掉 它就5000多筆 那也就是說呢 它每天要查的 就是這麼多的email 或者是說啦 像現在很多餐廳 或者是說像飯店 會有一些黑名單機制 那如果說假設 你可以一樣 確定一下 這個客人 他是不是黑名單 如果是的話 就不要 算想辦法 把它 對 不要讓它那個 不然的話 真的很麻煩 他現在不是很多 吃了不付錢的嘛 然後讓警察去 把它抓走 抓走之後呢 沒多久又放出來 因為 根本沒多少錢嘛 那也不可能 把它起訴 所以這種違罪 他就好啦 你先回去 反正在 所以很麻煩 就是類似一些蟑螂嘛 那怎麼辦 你如果沒有一些機制的話 那很累嘛 還有一些飯店也是一樣啊 他們也是很怕說 有一些人來鬧 那最後也是很麻煩喔 所以如果假設你將來會需要做 黑名單的查詢的時候 那當然不是用人工嘛 所以你不可能說用眼鏡慢慢查 假設這個五千多筆 你怎麼可能一個慢慢查 之前我問那個同學說 那你怎麼查 他說 我就Ctrl C 然後到黑名單的地方 Ctrl F Ctrl F 就尋找 然後再Ctrl V 然後再把它尋找一下 有沒有 有的話呢 那就在這邊 把它標注四黑名單 那再下一個 我想說 你做到下班都做不完吧 這太累了 如果你假設這樣做的話 應該不OK啦 所以如果假設你今天有個需求 是兩個不同的範圍資料的比較的話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Conif 就上個禮拜講的那一個 OK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比較簡單 第一個 在查詢名單的B欄的地方 B2的地方 點一下 然後呢 再插入一個什麼呢 叫Conif 上禮拜有用過 最近使用過的有Conif 那如果假設你要找的話 它在統計類裡面 統計類裡面的Conif OK 這個函數很重要 然後呢 它其實基本上就是什麼 也是一樣範圍跟條件 所以範圍指的就黑名單 條件的話指的就是這個Email 那如果有的話呢 那就是1 沒有的話就0 欸 所以我們就 如果是最後啊 把它向下填滿 找出1的就好了嘛 那這樣不就知道說哪些是黑名單 可是這個地方一樣的問題 就是喔 你那個範圍部分 因為是跨工作表的那個範圍 所以喔 一樣喔 如果假設跨工作表的那個範圍的話 那我是建議喔 你可以先把這個黑名單的範圍 先定義成一個名稱 將來用F3去存取 所以怎麼做喔 先定義名稱好了 先把這個定義成黑名單 所以我先用這個三個字 先把它複製一下 因為待會會用到這個名稱 然後呢 它的黑名單範圍就從A2 所以優標放A2 然後呢 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 把它選起來 接下來的話 請你選完範圍之後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在左上角有個名稱方塊 請你把它輸入黑名單三個字 那記得喔 輸入完之後 一定要記得按Enter 這個時候的話呢 那它就會有這個名稱出現了 OK 所以啦 你怎麼確定有沒有這個名稱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你這邊點一下 它好像會出現這個名稱 或者是說呢 你可以到公式的名稱管理員 你們也有這個名稱 那你一樣參照到的話 點一下 是不是這個範圍 看一下 A2到A的 22223 如果範圍沒錯 那OK啦 如果有錯你就在這邊修改也可以 改完之後呢 再按打勾 這樣就OK了 好 那我們先定一個名稱 叫黑名單 再切回到查詢名單之後的話 一樣游標放1、2 然後插入這個統計裡面的康語符 OK 按確定 然後Range的話很簡單 F3 有沒有 黑名單就出來了 很方便 OK 然後按確定 條件 條件的話呢 幫我找一下 在黑名單這麼多數量裡面 幫我找一下 有沒有這個email 如果有的話呢 那就是1 如果沒有的話呢 那就是0 所以剛好跟True跟False一樣 如果在電腦裡面 True有的話就是1 沒有的話就0 就False OK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因為我用的是定義名稱 所以不用加淺的False 不用鎖 你直接向下填滿就好了 OK 你會發現喔 它還蠻快的耶 快點兩下就是向下填滿嘛 它會自動幫你把 底下所有的email 全部跟黑名單全部比對一遍 比對完之後呢 告訴你說它是不是黑名單 如果是的話就是1 不是的話就0 有沒有 全部炒完了 但是下面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我要怎麼樣把1留下來 把0去掉 有沒有 其實有幾個方法啦 當然 資料裡面不外物可以排序嘛 你可以把它1的排在上 有沒有要放B1 你可以Z到A Z到A的話就是 把1排在前面嘛 0排在下面 那這個就知道 這些就是要的吧 有沒有 不過用排序有個缺點 就是你的順序會亂掉 所以有時候 我不太喜歡用排序啦 OK Ctrl Z 復原一下 我可能比較傾向用方法二 就是用什麼 用那個所謂的篩選 所以喔 剛剛排序啦 你們可以參考 但是排序我覺得它的 一些問題比較大啦 因為它順序會亂掉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用方法二篩選 所以一樣喔 游標放B1 然後呢 找到這個篩選 篩選其實顧名思義啦 它是一個漏斗 那什麼叫漏斗 就是你給個條件 把藥的留下來 不要的幫你把它什麼呢 把它隱藏起來 所以呢 怎麼做 第一個喔 游標先放B1 那你簽到資料的時候 找到篩選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篩選的時候 你按 當然你按一下喔 它會出現下拉這個箭頭有沒有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取消的話 就再按一下 所以它有點像 按一下是有 再按一下是沒有 反正就是這樣的一個 呃 OK 所以我們先讓它有篩選 那如果你要留下1的喔 很簡單 你就把這個點開 那各位有沒有看到下方喔 有三個打勾的 全選就0跟1都要出現 那我要的只要1嘛 所以很簡單 請你把全選打勾取消 然後呢 把1的地方打勾 那意思是說喔 0不要啦 1留下來就好了啦 OK 那這個時候呢 就按個確定 你有沒有發現 它就幫你只留下什麼 留下1的 那0的跑去哪裡呢 0都通通躲起來了 就 那你說老師 那那個0跑去哪裡了 其實喔 它並沒有不見 它只是說呢 幫你把它隱藏在這個裡面 所以如果假設你把它向下拉 有沒有發現 0就出來了 所以它其實是隱藏 那個資料喔 它其實並沒有把你的那個資料刪除 隱藏而已 那可是問題喔 你說老師那如果我希望把這個 查到的結果喔 放到查詢結果這邊就好了 那很簡單嘛 你就是把這些選起來 貼過去就好了 所以以後不要放A1 OK 然後Ctrl去的向下 OK 那可是你說 喔老師不是隱藏的那個嗎 那我如果選取的時候會不會選到 啊 不會選到 OK 所以隱藏的時候不會選到喔 所以你這個時候Ctrl C有沒有 是只會 選 複製到那個沒有隱藏的 就是 1的部分就黑名單 那0的部分因為沒有出現 所以不會被選到 也就不會被複製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接下來你可以把它切回到這邊 然後把它貼到它的A1 這樣就搞定了 有沒有 你就查完了 欸 對其實已經夠快了 所以真的 你說老師那這樣很快了 我不需要再寫 寫程式 對啊 如果你假設你覺得這樣OK 可是如果你假設 希望再更快一點的話 那最好是可以怎麼樣 按個按鈕 就自動完成 那是最好的 什麼事都不用做 OK 現在其實 已經夠快了 但是還要 至少要匯兩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什麼 這個先把它取消 所以如果假設 就是啦 你希望把那個篩選 恢復的話 再按一下 它就恢復了 所以喔 兩個重點 第一個 請你先把游標放在B2 然後呢 去輸入這個conif 不過conif之前 一定要先定義名稱 OK 第二個的話 再利用 游標放B1 篩選 然後留下什麼 留下1的部分 然後可以按確定 然後把它選起來貼過去 就OK了 但是啦 這個步驟可能還是很瑣碎 所以我們後面是希望怎麼樣 可以喔 利用這邊的按鈕啦 可能按一個按鈕 它就啪 就全部過來了 然後底下這個也就是清除 這個的話 可能用別的方法吧 那怎麼可以 讓它可以自動完成 待會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所以兩個重點喔 一個是conif conif非常好用喔 以後如果你要比較喔 兩個範圍 到底有沒有 就是不一樣的資料喔 那其實可以用conif 真的還蠻方便喔